SCP-666 1st J The Roaring Brands of Hell 地獄烈焰 项目等級 噢,言辭的赦魔啊,就Keter 偷種措施 至少七名信仰亚伯拉和宗教外派員工 必須一直保持在SCP-666 1st J收容室内 除非建一名四级人员书面批准 否则禁止SCP-666 1st J接触任何活体组织 将SCP-666 1st J无器化 并用于收容、无效化Keter及SCP无限的许可 正有代欧乌议会批准 描述 SCP-666 1st J是由基金会内部 名为收容美食的餐厅设施 为第45届基金会赛19年度聚餐提供了蟹肉蘑菇菜肴 大约42%的参加者使用了SCP-666 1st J 并随后受到了项目的异常性质影响 SCP-666 1st J的影响 在主菜结束后约一小时开始 此时当事人开始抱怨轻微的腹痛 进餐两个小时之后 许多参加者开始抱怨严重的消化不良 附近所有厕所都排起了长队 第三个小时 作为站点的医疗 研究和管道作业相关人员 赶来进行紧急救援 使用了SCP-666 1st J的人 声称项目有股怪怪的显味 似乎是在烹饪过程中 使用了实验用盐作为替代造成的 目前推断这种替代物 自造成项目异常特性的原因 虽然厨房人员卫生意识不足 造成的食物中毒的可能也被考虑 基于审问目的和人员健康目的 所有核受美食有关联的人员已受到挤压 当肖目被人类个体使用后 SCP-666 1st J将触发该个体 五个阶段的局部K级情景 在最初阶段 SCP-666 1st J因期短暂 轻微的恶心 并导致人员需要立即进行排泄 但在产生腹泻欲望前的短暂时刻 SCP-666 1st J将触发一次 DK级支配群变更 侵入并掌握人类个体的下部区域 并导致人体全部出口的停止 不断增加健身不去的身体排泄欲望 将导致彻底的身体健康受损 个体通常经历呼吸急促 牙齿紧闭导致的严重下巴痛 和手部紧抓马桶导致的轻微擦伤 大约15-20分钟后 个体长到经历和SCP-106同等级的受用状况 涉及更多的尖叫 个体经历短暂的RK级黄患场景 感受到下部肌肉的松弛 一波新快感 以及一瞬的 对最坏阶段已经过去的幻想 接下来 地狱之门在个体长到开启 就像撒登本人用稿侵犯着个体钢管 一场突然的SK极胶土场景 将彻底摧毁个体的丧化道内部 如同邪恶力言在恶魔螺旋中 达到了 在你蛋糕上拉了该死的十度可尔文 每一点快乐的记忆 平静的回忆 喜悦 或任何除了令人咬碎牙齿的绝对痛苦外的东西 都在圣经级别的肠胃超新心中 如火山喷发般消灭 个体将尽力失去知觉或时间感丧失 它们将陷入泪眼模糊 痛苦的哀嚎和不断喘气的状态 这一阶段将持续2到3小时 这一阶段一般将使个体陷入短暂的幻觉 产生如同被各种Kidder级SCP肆意残杀 这样尚可以抚慰精神的景象 任何残存的希望都将被挤压成碎片 个体将尽力CK级完全收容失效 将肠道中的物体随着华丽的溪流排放出去 如同胡缝水坝出现了一处巨大的泄漏 无法估测的巨大量遗体 以足够让人不适的快速 但却又没快到仁慈的速度喷射出去 个体对这一经历描述 如同将一辈子肠胃要排出的量在眼前喷出 人生中吃掉了每一餐饭 以相反的时间顺序 难以忍受的喷血而出 这场折磨排出的飞无量 彻底令研究者陷入困惑 它们断定个体的肠道 必然具有一次元特性 或异常的伤特性 喷出的排泄物 一点也不像正常健康的粪便 相反 这些超级可怕的糟糕透顶的相撞物 很可能是具有腐蚀性的 并且几乎肯定具有放射性 喷出阶段相当短 但在CP666 2分之1GA造成的异常食欲 使得个体感觉如同活了好几辈子一样漫长 随着个体忍受的能力 在它们身体最脆弱部位里 世界末日般地狱 造成的心理和生理创伤下 无可避免的失效 ASCP666 2分之1GA 进入了它的最终阶段 异常UK级宇宙崩溃场景 这时个体将经历最后 逐渐增强的胃部诸神黄昏 并陷入神圣而慈悲的试据意识状态 个体将于1至2个小时后醒来 并激起所有的精力 然而一部分受折磨的个体报告 发现自己在昏厥到恢复一时间 从一个地方移动到了另一处 一名研究员表明 发现自己移动到了门外 身体洁净并衣着完好 躺在一碟1986年时代周刊上面 并且没有自己如何移动到那里的记忆 经历ASCP66 2分之1最影响的个体 在事件后经常要忍受心理上的创伤 剩余的肠道不适将持续两周时间 调查人再继续 相关组织的借务被怀疑 经历过生育和ASCP66 2分之1的影响 我可以保证 我无论何时都会选择前者 ASCP66 2分之1最重要是一次生产生命鸣 还都是着着火出生的 并且他们浑身覆盖图丁 还试图从你内部吃掉你 同时 初产士还一直无意义地用敲棍敲你 并在你耳边叫着用力 Rice 博士 我点的是牛肉餐 因此无法给出 关于SCP66 2分之1最影响的低属资料 但 我敢确信 我见过Key的集中视角 也没引发如此大规模的骚乱 和范围如此广阔的时期低落 这次时间 无疑是39经历过的第二黑暗的时期 Gears 博士 这次事件发生后 我已经换了三个身体了 我仍然感受到 它没有被完全清除我的身体系统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换到第四个身体里了 White 博士 连续三周 我仍然无法整理 我只灭死亡 而死亡 这次是加了香菜的 Kondraki 博士 事件记录 在2007年4月26日 一小块SCP66 2分之1追 被部分研究员喂给了一个 截至当时人险无害的Yuklechi SCP 项目马上显示出了 对任何类人物体激烈的抵对态度 此外 宋室地面出现一些无法证明 源于何处的神秘物质 需要进行例行清理 自此 任何除无效化尝试之外的 涉及SCP66 2分之1的交叉妇如实验 均被禁止 妇如 尽管被伦理委员会反对 一参SCP66 2分之1追被尾给SCP-682 在被SCP66 2分之1追进入到极致的时候 SCP-682朝空中举起爪子 尖叫着 尤格索托斯 你现在就带我走吧 然后非常高兴地消失了 无效化被判定为成功 耶稣酷了 克朗普博士 以上就是SCP66 2分之1J J指的就是搞笑的SCP 简单来说 SCP66 2分之1J是一个蟹肉蘑菇料理 会让吃的人产生严重到可以被称为异常的肠胃不适 这个SCP基本上就是一本正经的在讲干话 我觉得是蛮好笑的 特别是最后几个博士的感想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就帮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帮不喜欢吧 希望多喜欢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